你 该怎么办呢 碧川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节气仪大殿外的环形区 怎么不动了 怎么会 不是已经修好吗 我刚刚检查过了 节气仪没有问题 应该是缺乏能量的原因 没有足够的能量支撑 它是无法运转起来的 该如何给节气仪补充能量呢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大雪 大雪 灵泉 灵泉 没错 没错 老师以前还带我去过呢 大雪时节 泉水的能量可强了 事不宜迟 咱们快出发吧 老大今天带你们去吃牛肉 啊 好吃好吃 冬天进步 开春打鼓 嘿嘿嘿嘿 压了你 过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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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奇怪 地怎么是软软的 哎呀 快下来 你压着老大了 呃 呃 老大 别让我在看见你们俩 呃 呃 呃 喂 老板 牛肉送到了 就在店门口 呃 好的 你记得烧啊 今天可真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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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年少 可不是吃霸王餐的时候 呃 老大 是不是很美味啊 奇怪 怎么没什么反应 能量只提高了 一点点 哦 呃 这天真冷啊 都大雪结起了 也该冷了 不过 我刚喝了一碗 用灵泉泉水煮的牛肉汤 浑身都暖和了 对啊 泉水煮牛肉 这灵泉被誉为天下第一泉 名声远扬 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听当地人说 这灵泉四季恒温 保持在十八度 这么神奇 灵泉据说还是一些河流的源头呢 走 去去泉水吧 来都来了 不如我们先逛逛 这传说中的天下第一泉吧 可以吗 行 反正泉水也不会跑掉 先逛逛呗 老大 这里挺隐秘的 应该不会有人过来 哎 红色 老大 老大 怎么了 有没有眼力劲儿 装泉水这种小事儿 怎么能让我亲自做呢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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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看得好 老大 咱们快点回去煮牛肉吧 对啊 对啊 装好了 等等 这附近好像有年兽的气息 看来年兽也在这儿取过水 他怎么也知道这里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得赶紧回去 找到年兽 看他们有什么阴谋 快走 等等我 好香啊 这森林里怎么会有香味 一定是年兽他们 我们顺着香味找过去 就能找到他呢 老子 能吃了吗 我来试试 可烫死我了 吃谁 鬼鬼鬼对的 你们果然躲在这儿 等等 李东怎么也被林夏给传染了 那天秋夜 你又来找乱 都是假的 天寒地冻 两个没用的家伙 还是得本年兽亲自出马呀 来吧精灵们 小把势 力量 浑身都充满了 力量 年兽 好厉害 不好 年兽应该是吞噬了 灵犬的泉水煮的牛肉 能量大增了 大水精灵 快来帮我们吧 好 我们就来帮忙 我这是在哪儿啊 大水精灵 快快清醒 我们在和年兽战斗 需要你的帮助 就这样 我好饿 吃不出力气 快 用泉水 泉水可以给大雪精灵补出能量 吞噬 满足啊 能量来的更猛烈些吧 咱们现在没有了泉水 打不过他们 先撤吧 泡得还挺快 搞了半天 他们是来送快递的 正好我们的水用完了 地兽 看你干的好事 好病啊 每年公立的十二月六日至八日间 就到了一年二十四节气的第二十一个节气 大雪 大雪与小雪一样 是反映气温与降水变化趋势的节气 大雪节气气温降低 天地间银中素果 这个节气之后 偶尔会出现雨松 雾松的奇景 大雪饮食适合防寒气 补气穴 在吃牛羊肉等高热量食物时 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比如苹果 梨等 到了大雪节气 北方河里的冰都冻住了 在外玩耍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得防寒保暖 也要注意安全 再见